哈囉 大家好 我是張老師 我們今天就講講義經第39卦 水山檢 水山檢是什麼意思 你們看這個卦象 這是水 這是山 水都淹到山的上面去了 做水災 所以這個卦是不吉祥 但是這個卦我給你講 我給你講 利西南不利東北 起碼還有一個利字 但是以一個來講什麼叫簡卦 馬喔 馬 那個馬 這隻馬已經三隻腳而已 代表什麼 這隻馬已經跛腳了 已經不是戰馬 不是一般的馬 他是已經受傷的馬 所以這個卦來講不太好 不是那麼好的卦象 如果你們沾到這隻卦 再跟你講 現在很多東西自愛滿行 困難重重 所以你最好 停止你現在所有的行為 停止你最近所有的動作 為什麼不好 當然這個卦有跟你講 如果你繼續持續要幹的話 不是不可以 速度會拉慢 易經從來沒有跟你講好還是不好 只跟你分析目前的狀況 看你要怎麼去行為 這個卦 你硬要做可以 你從事的工作 你的感情 你的事業 你硬要做是可以的 但是 但是你要知道目前的狀況 水淹山頭 而且這個卦下來跟你講 簡卦 三隻腳的馬 三隻腳的馬 不是四隻腳喔 已經非常自愛難情了喔 所以碰到困難 一定是必然的現象 但是如果你硬要也可以啦 也不是不可以啦 如果你硬要的話 只是提醒你 這一路到結果出來之前 坎坎坷坷 你只要心裡有個準備 何嘗也不是壞事 比如說婚姻生活 以前的人 根本不可能離婚啊 你知道這時候怎麼辦 從今以後 小小心心 因為水淹到山頭了 來不及了 但是他有給你指一個方向 立西難 立西難 好不好 今天又講到這裡 好 掰掰